无论是天上飞 地上跳或是360度滚动 法国PECOL遥控无人机飞连走壁都没问题 搭配塔牙4.0技术用手机或平板就能控制 凭说小朋友爱玩 连大人都为之疯狂 第六台无人机同时上演飞行秀 PECOL在今年CES还在美国亮相这款商用AXOM无人机 从毛头鹰的眼睛和老鹰的敏锐作为设计灵感 搭载了五台超声波感应器 相机可以同时拍摄超高跨速的照片 高清影片和红外线影像 用来检查水管或水库是否有裂缝 轻巧十足 用手机遥控不够看 Intel在CES展示全球第一款可穿戴无人机 Nixie被折叠之后可以戴在手腕上 展开之后变身无人机还可以自拍 从今年CES首度开设无人机专区就知道它有多夯 市场三年内上看十亿美元 游望月升主流科技产品 比例的话现在这个市场是90%是军用 10%是民用 但是预估再来五年的话这个10%应该成了20%或更多 关键应该是在Amazon Jeff Bezos 他出来讲说之后他打算用无人机来做运输 由他说这个说这个话应该说打开这个整个世界 对无人机说认识的大门 拿到这货还能空拍 超红绅音节目爸爸去哪儿 好莱坞电影星际效应 都用了深圳公司大疆的无人机拍摄 外来美联社 两月时报还有NBC也打算用它拍新闻 成本低 机动性高的无人机 已经成为你不得不注意的科技宠儿 记者吴云轩 陈翠兰综合报导